毛单关心最新消息 新北市上侯友宜呢 今天上午来到了 市值的中正市场来进行视察 那么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意义跟摊商来握手打招呼 并且呢 也是跟摊商关心这个近期的 物价上涨的议题哦 另外哦 他也今天也正式表示说 他的竞选办公室呢 今天是正式的成立了 那么也谈到说 他整个团队呢 都是以七八年级生为主 而未来呢 也会加入许多的年轻朋友 马上带您来听 今天是我们的 选办正式成立的第一天 特别谢谢 帮我忙辛苦的谢政达 在筹筑选办的办公室 也谢谢齐强 去那边 负责很多的沟通议题的设定 更重要 我们里面的选办办公室 都是七八年级生 尤其很多是台大 以及政大 还有各个学校来的政治实习生 我们希望借着青年的朋友 不断的把未来下一代的梦想 我们希望来把它实践 所以我们的选举团队 你现在还会不断的 会更多的人才进来 包括很多的人间的友人 也包括党中央的重要的 这些领导或是重要的规划 我们大家齐心齐力 我们只要有个目标 我们一定要有问题 我们一定要有 市长 民进党昨天道歉声明 完全没有提到对许家庭的惩处 也没有对他停职调查 你怎么看 我是想问 为什么这个案子掩盖了组合业 然后许家庭还可以身为复密市长 为什么 那主席 再说清楚吧 那主席要负责吧 可以听到另外还表示说 针对这个民进党爆出这个信骚案件 他也表示质疑说这个民进党的主席 赖清德和加害者之间 是不是有这个利益共生的关系 希望民进党可以说清楚